这次呢又给大家带来一组这个GPD Win 3的游戏的这个测试 这次开篇呢还是以这个怪物猎人开篇怪物猎人世界 因为上次呢做的视频这怪物猎人世界一直用一个低功号去跑的 然后对这样一动作游戏来说他也有他的尊严嘛 所以这次呢我把这个功号给放开 然后咱们看一下在这个功号放开之后的这个游戏的一个表现 主要是看他能不能比如说做做到这个呃 这个一直是这个60帧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实测呢实际上他在有一些转换场景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什么各种原因吧 这帧率会降下来 打一个简单的 嗯 嗯 可以看到现在这处还是在60针 但是等这岛虫一出来 这个岛虫呢 有点消耗资源 它会让这之类降低 现在是在50多到60针这样吧 有点消耗资源 打架我通了 轰容下跑了 可以看到现在整机大概在25瓦26瓦这么一个功耗下 我实际上解锁的是最大25瓦的功耗 但是现在也没有跑到25瓦 但是游戏已经到60瓦了 哦 这古锤龙是之前那个爆锤龙的就是摇明龙的地理 我可以看到这个摇明龙的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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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摇明龙的地理 这个摇明龙的地理 是什么摇明龙的地理 我可以看到这些摇明龙的地理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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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好了 这次呢毕竟只是演示一下性能 那就这样 因为这次的主题其实并不是这个游戏 可以看到在战斗过程中 其实这个帧数也几乎没有掉下60人 然后功耗呢也大部分就保持在68以内 嗯这是第二个游戏是应这个留言的网友测的这个这个高达 PS3模拟器的这个高达 那这游戏呢我我我根本就不会玩 然后我对高达我也不熟悉 所以只是大致演示一下吧 这个PS3模拟器呢 这几个选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随便选一个 这个PS3模拟器呢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这个 呃如果它的CPU速度不够快的话 可能会模拟器会比较容易卡死 这些人物都是啥呀 我也不认识 这叫做阿姆罗利 不认识 随便选一个吧 鲁鲁卡 他吧 这好像是一个对战类的游戏 这就尴尬了我也不会操作 之前射了两下 但是甚至都不知道这有干嘛使的 这是打枪 可以用一个圆盘 我没什么打开出来的 这怎么打开出来的 啊 啊 好 啊 啊 啊 那 啊 再 这 我 这 我 我 哎呦,这是坏人,不止了 哎呦,这是坏人 可以看到这个这个PS3模拟性还是比较吃这个性能的 这个CPU一直是在25W加载的时候都会卡一下 这个CPU是不够的 17牌 19牌 20牌 我去死了 就雙手夠了 这两个 这怎么回事 人呐 婴儿子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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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强迫的 就是这种 这种加强 失败 行吧 这个游戏我也不会玩 还是别在这陷阳了 还是把它退掉吧 下一个游戏 是这个VU模拟器的三十大传说 这游戏我也测了好几回了 从那个Win2到Winmax都测过 然后这次呢 主要是想看一下这个Win3 它极限性能是什么样的 然后还有就是在调整功耗的时候 对这个模拟器有什么影响 测试的时候呢 我会看选择一个 我会到这个卡卡村 卡卡村里面的话 可能那个因为东西比较多 所以这个帧率会稍微低一点 然后我呢打了一些这个图形包 比如说这个FPS++ 这个FPS++可以让这个最大帧率解锁到60帧 卡卡村在哪呢 就这 在旁边 模拟器的版本呢 我选的是新的 就是元旦那天的1.22.3B 那个版本专门针对英特尔的这个ARIS显卡 做了一堆的优化 然后解决了好多这个就是图像上错误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还是建议用这个版本 天黑了 卡卡村应该再删一下 这个游戏呢 在你没有图形包的时候 它会一直在跑这个渲染流水线 然后右上左上角出这个白字的时候 它就是在编译 这时候帧率会降下来 但是这个一旦到了这个到过的场景 它编译过这个图形包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卡了 当然这个场景呢 比如说这卡卡村 之前编译过一个白天版本的 但是到了夜晚 它还是会有一些新的这个渲染流水线要编译 所以这个帧率会往下降一点 然后可以先看到现在呢 是整个处理器的功耗是18瓦 然后那个帧率呢 大概是37、8帧 那就在这个场景下 可以我来这个调整一下这个功耗 然后看一下调功耗之后的效果 先把这个模式改一下 工作模式改一下 然后改到这个更好的性能之后 可以看到这个功耗已经跑到 24、5瓦了 然后帧率稍微涨了一点 涨到了40出头 40左右吧 转一下看看 其实帧率没有什么太大的提高 但是功耗增加了7瓦 然后把这个再解锁一下 因为看现在我用的是28瓦 也就是这个芯片的给定的TDP里的上限了 但是它现在并没有跑到 所以我现在可能再往上面解锁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我现在把它降下来看一下 我先把它降到15瓦 不知道保存没有 现在这个功耗已经降下来了 降到14瓦了 然后可以看到帧率呢 从28降到15瓦 帧率从40瓦降到了30 这个34、36、35左右 这个平均的帧数可能只降了5帧 可以看到这个功耗的增加 这个性能也不是线性增加的 在就是说对不同的游戏吧 可能都有一个合适的这么一个功耗的设置 之前的PS3模拟器因为特别吃CPU CPU的这个功耗又很大 所以那个PS3模拟器对功耗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像这个VU的模拟器好像就没有那么高了 可以看到现在在卡卡村 这个帧数一直是在30多帧吧 然后到这个村外面看一下 就朝着那个庙飞 可以看到现在一直是在40多帧 40帧左右 但是实际上在我之前测试这个 插着充电器用的时候 它的这个帧率在这种场景下 几乎一直是稳定的60帧的 那接下来呢 我把充电器拿过来 然后插充电器再试一下 现在我把充电器插上了 插充电器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 我还没有调功耗 但是帧数已经有已经上涨了 这时候我再把功耗再解锁一下看看 可以看到 这时候功耗已经解锁了 然后再插充电器的情况下 这个整整片 整片处理器功耗到了25瓦 然后游戏已经提升到60帧了 现在是插着这个充电 然后可以看到 现在充电率是19瓦 这一个 这个就我游戏打了一堆这个作弊的补丢 所以现在跑动的时候是不会减这个能量的 这个庙好像打过了 进去看一下 这庙里面的这个压力就比外面要小很多 所以就是 庙里边非常容易就可以到60帧 看到 这关是用下边一个 大盘子 捞这些球 看不清楚 算了 退出去吧 这面我已经打过了 在外面再多跑跑 这样咱们插上充电器了 再回到卡卡村看看 回卡卡村之后什么样子 再回到卡卡村之后 早晨了 可以看到卡卡村的帧数也有一定的提升 在插上充电器之后 从之前的40帧提高到现在的48帧了 当然这个设置它的区别在哪 我还没有搞清楚 如果通过设置可能也可以做到 就是用电池玩的时候也有这个效果 这个我觉得应该可以设置的 但是这游戏设置 我是用这个FPS++把它的这个帧率解锁到60帧 因为这游戏本身是一个30帧的游戏 30帧是正常速度 但是现在把它解锁到60帧之后 可能游戏会出现多出一些bug来 所以在实际玩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这个不要开这个解锁到60帧 用30帧来玩 然后既能省电又能这个让游戏正常一点 不过为了得到一个就是在真机上 或者在switch上都体验不到的一个流畅度 其实可以开60帧的人试一下 然后来一个 OK 结束